有家家老板用最简单的食材 却做成了最受欢迎的凉拌菜 靠的就是两款密布外传的凉拌菜专用调味料 做出来再成品辣椒一个香 所以心情太好 每天都能够卖到脱销 老板也因此走上了人生巅峰 那么到底有何魅力跟过人之处 下一步将会用详细教程 为您一一揭晓 首先制作一款香味十足 辣而又不燥的专用凉拌料油 首先准备干二斤条辣椒 30克主要用于真香 灯笼椒30克用于加强香味 子弹头30克用于增设 淘天又20克用于增加口腔的灼烧感 那么四种辣椒组合将是一组色 香 蜡 聚全的辣椒组合 然后将辣椒放入清水当中 清洗的辣椒在采摘 晾晒的过程当中所吸附的泥沙跟灰尘 以免泥沙过重而影响口感 此不知也可以定义为必要步骤 因为洗下来的泥沙跟灰尘 一定比你想象的要多 然后将辣椒晒至水分挥发即可 下一步准备一组香料配方 准备八角两颗 桂皮一小块 红花椒两颗 香叶几片 炒果一颗 甘草三颗 姜沙两颗 那么这组香料配方主要是给 原料起的一个辅助增香 并且聚取水油腥味 以及给辣椒起的一个降噪 制作过后不容易上火的作用 然后加入没过香料的开水 盖上盖子密封醒发10到15分钟 此不足主要是让香料吸出水分 防止下游不大呼 浸泡好的过后过滤掉水分 并且用清水清洗干净 转往备用 然后在锅里面加入菜籽油一斤 用于蒸香蒸舌 色辣油200克 用于提升油的亮度 注意50克 用于蒸抽 这样能够让调味料 更好的附着在食材上面 再加入少许葱姜 香脆断洋葱丝 以及浸泡好的香料 开小火慢炸 炸出料头的香味 让料头跟香料的香味 融入到油料当中 使其中分发挥 自身该油的作用 将料到炸至金黄焦香过后 过滤烙出 然后油温一定要降至四层热过后 加入晾干的辣椒 这样能够防止高油温将辣椒瞬间炸糊 然后开小火将辣椒炸干炸香炸脆 并且激发出辣椒的香味 最重要的是长时间的小火慢炸 能够充分的逼走 辣椒里面的照辣味 同时协同油料里面所吸收的香料作用 让辣椒最终达到香辣 而不照着核心目的 将辣椒炸至表皮 开始会变色过后 迅速过于闹出 这一步一定不能炸得太过 否则出锅过后的辣椒雨温 同样会将辣椒加制至烧焦烧火 而导致辣椒像发苦 发黑的走向 因此出锅过后的辣椒 放在冷却过后会变得更加焦脆 这样有利于下一步更好的粉水 然后再次将油温拉升至六层热 下入三五十克的白芝麻 将芝麻爆出香味 爆脆 直至芝麻表皮开始微微泛黄过后翻壳 然后将打好的芝麻倒入盆中备用 再一步将泛至干脆的辣椒倒在案板上 先用刀压碎 然后再将辣椒炸细 这也是传统刀口辣椒的正宗做法 此方法是做出的辣椒虽然粗犷 但是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牛辣椒纤维 让辣椒的原香更浓 更浊 所以辣椒炸成粗颗粒的状态即可 下油温再次将油温升至160度 然后在刀口辣椒里面加入一半的油 由于辣椒已经炸熟 所以油温一定不能太高 否则结果不用说 也能够异会 将辣椒搅拌均匀 使其充分均匀的收热 然后等油温降至140度过后淋入所有的油 分两次里油能够将辣椒的色 香 辣 层层 彻底的激发 再次将辣椒拌匀过后 盖上盖子 趁着油的油温 香香味彻底的闷到油里面去 如果时间成本允许 静止到第二天过后 效果更佳 当然也可以将油泛制冷却过后 加入香油50克 什么地主要是炸料油香占家香 但是我们吃了过后香道只摇头 再次拌匀过后 那么一道凉拌香烂料油正式制作完成 那么这还不算完 还要赠送一款 虾马道根本没有朋友 并且平时已经超过瓶装的花椒油一款 同时我也明确地感觉到 绝大多数朋友已经举起无情的小手 为主播送上一颗免费的大大红星 那么操作的第一步是准备新鲜的青花椒100克 由于此阶段是属于青花椒的产季 所以花椒自身所续集的挥发油 跟香味已经达到爆表状态 这其实才是它优质 能够说服人的根本 当然无法采购到新鲜青花椒的朋友们 同样可以采用 赶青花椒泡发进行代替 然后在锅里面加入菜籽油一斤 菜籽油能够更好的激发 提升花椒的香味 然后开火箱油温生至八成者 加入拍破的老姜一块 大葱两节 然后继续炸出葱跟姜的香味 这样不仅能够去除菜籽油的油腥味 同时还能够服务正油料的香味 将料杂炸至金环椒香过后 锅里捞出 然后加入准备好的青花椒 开小火慢炸 炸出花椒的香麻味 只不做的火候同样不能太大 否则花椒的香味极其容易挥发 从而占据自身品质 同时小火长时间的慢炸 才能够让花椒的香麻味充分地融入到油料里面去 将花椒炸至色籽油温变深 变色 发干过后 说明香麻味已经充分地融入到油料里面去 此时迅速盖上盖子 趁着油的余温 将香麻味特别地焖到油料里面去 等油料完全冷却过后 过滤掉残渣 那么至此 一道香麻味荣芋 色泽碧绿的自制凉拌专用花椒油制作完成 两款核心调味料制作完成过后 下一步准备凉拌的主料 超炭好的木耳 超炭好的护竹 再准备花儿都还没有来得及泄的黄瓜两根 将黄瓜拍破锅切成小块 拍破锅的黄瓜断面更多 这样能够更好的吸附调味料 更加入味 然后开始调味 加入每份鸡精味精各三克 每份复合酱油两勺 香醋两勺 蒜泥一勺 白砂糖一小勺提前提味 白味指手一小勺 花椒油大半勺 专用香辣料油两勺 再加入少许香菜 然后既可以快速 又可以缓慢地将两半菜拌匀 然后再找一个外观自认为还算可以的盘子 将两半菜装起来 再淋上灵魂的尿汁 那么一道璀璨 并且棺材夺目的 夏季热门美食 两半菜真是自主完成 如果此时还没有转发收藏起来的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赶紧转发收藏起来 说不定哪一天 它就能够成为您 正前的星天柱 同时还有可能成为您今后在亲朋好友面前 狠狠地炫耀一把的资本 成品的凉拌菜口味是受香味形俱全 来上一口 浓浓的复合香味铺满整个口腔 以及麻辣鲜咸的口感 麻味麻得纯正 辣味 辣而不糟 而且在各种油料的精润下 让口感变得无比湿滑 所以尝上一口过后就根本没有最后一口 那么最后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